路透社今日独家消息称 面对美国反弹 中国开始降低中国制造2025声调 与此同时 网传一份中共网信办的通知 其中第一条就规定 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 否则追责 这显示中共认怂 或惧怕白宫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 路透社 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最多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 全球贸易战一触激发 或许这一威胁让中共心惊胆战 从而不再高调宣扬中国制造2025 而方式是让这一提法从宣传媒介中率先退出 报道称 一位西方资深外交官告诉路透 中国官员最近开始淡化中国制造2025 中国一些官员甚至暗示 政府大力且高调地推动该计划是个错误 因为这加剧了中国面临的压力 官员将淡化中国制造2025是做减轻压力 但似乎还不会放弃 路透社还以数据证实 这项淡化工程早已开始 今年前五个月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其中文新闻报道中140余次提到中国制造2025 而自6月5日之后一直没有再提及这一说法 事实上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8日在北京巨型的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发表演讲 也持自未提中国制造2025 三位国营媒体记者对路透说 他们接获指示不要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语 而同时 网络上传出的网信办通知的核心内容显示 中美贸易战 不升级 不货大 不足足攻击川普 不再提2025 通知甚至威胁否则追责 路透社上述报道也说 中国制造2025 是华盛顿抱怨中国科技雄心的核心问题 而事实上 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始 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301调查 而此后的谈判 也是围绕着一核心问题所牵涉的中共盗窃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一开始就摆出了决战2025的状态 英国金融时报6月25日的报道说 川普将动用紧急权力 防治中国制造2025 报道说 以下令美国财政部起草针对中国对美投资的 一系列限制措施 并约本周公布 这些措施是为了配合 已宣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目的是迫使北京方面改变知识产权实践 此举可能会令中国在美投资进一步降温 报道引述荣顶咨询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上半年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于90%至18亿美元 2016年 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460亿美元 今年3月中时电子报就有报道说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发在1977年实施 这一法令动用 即宣布全美进入与中共国家贸易紧急状态 让总统无需国会授权批准 即可片面对中国实施广泛经济制裁 报道还说 该法针对的是敌国 川普或许还保留一手 只是万一美路贸易全面开战 凭大陆经济实力也绝非省油的灯 到头来是否对美有利 商人出身的川普不能不精打细算 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已决定限制中资收购或投资于北京方面提出的中国 制造2025计划锁裂行业的美国公司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了再十个行业引领世界的目标 其中包括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机器人 医疗设备和铁路 但这项计划将导致美国没有经济未来 国家安全将被严重削弱 不过 中共在屡次高较国家利益 绝不退让后边缘化 2025或许只是一个策略 有意思的是 在配合这一段话中 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一次讲演在大陆出现 并引发热议 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讲演不是实际的出现 也是对民众的安抚 刘亚东演说的要点 其实是劝告人们证实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不要脑子发热 更不要忽悠 刘亚东在讲演中 以事实证实经历吸气大普奔的科技成就 其实都拆了半个世纪 而多个说法其实是浮躁和浮夸 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 不得不说 这位总编辑最后并没有忘了为国人打气 在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之后 鼓动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 进而不舍 百折不挠 仍然没有离开党媒的说教方式 透过上述现象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 中共在不敢打贸易战中 已经悄然退缩 在变着花样危机民众的同时 让2025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今年4月11日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美中贸易谈判正陷入僵局 因双方谈判已破裂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尚周四 告知美国官员 华府要求中方停止对 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产业的补贴 已确定回绝 美国之音今日报道还说 政府补贴和强制性技术转移依然是中国存在的重大贸易问题 因此 中共目前避开症结 不提中国制造2025 恐怕只是一种战术而已